三姐 大家好, Mendy 設定橙還是招呼我這麼好? 是招呼你, 不過不是現在 我這個橙是用來做菜的 橙是用來做菜? 是的 這個菜的材料非常簡單 有魚柳十二兩, 白醋適量 橙汁一杯半, 糖兩湯匙 吉時粉一湯匙, 橙兩個 兩湯匙, 橙是用來煮菜用的 這就適合今天的家庭觀眾葉太 葉太, 你好 是, 你好 是你想學做橙花魚柳, 是嗎? 對, 橙花魚柳適合天氣 酸酸甜甜的, 適合吃 也是三姐的拿手好菜 好, 既然你喜歡, 不要這麼說 既然你喜歡橙花魚柳 我們今天就做橙花魚柳, 好嗎? 好, 三姐首先要做什麼? 來, 首先要把橙皮切出來 為何要用橙皮煮菜呢?三姐 一來它會比較香, 天然 真正的橙味 第二來, 橙也可以用廢物利用 可以做汁醬和湯 出來的效果會比較香 切走白色的囊子 即是切走它? 對… 很棒, 拿著刀子很棒 都是家庭祝福 有飯還是沒飯? 有飯是家庭祝福 有飯有菜 小心, 好 對了, 切了這個, 這個不愛了 這裡切開, 把它切掉 待會兒放在耳朵上, 切成一粒粒 芯我們也不愛, 芯也切成一粒粒 一粒粒, 來 是, 炸得好嗎? 真是第一次煮這個炒 我覺得夏天煮多些有生果菜 就開胃很多了 對, 沒錯 要厲害一點, 拖刀 不然橙汁就會漏出來了 好, 看不看了 好了, 為葉太太, 我們的主角出場了 這是魚柳, 這是龍躉柳 把它這樣, 一塊一塊 我可以用其他魚嗎? 可以, 你可以用青衣柳、石斑柳 如果我們自己吃, 想漂亮一點的 就用龍躉柳, 是嗎? 是 剛好看到有個龍躉柳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 好, 你切嗎?你切嗎? 行嗎? 試一下 好, 試一下, 好 很厚肉, 不知道難不難切 我又不是這邊, 我要這樣 沒所謂, 遷就你的 也可以…不要太厚就行了 煮食最重要的刀夠膩 如果刀不膩的話, 煮起來 本身不累, 但煮完那頓飯 你也覺得很累 所以那把刀在廚房最重要 要膩膩, 小心, 按住肉 龍躉的魚汁是否比較實淨? 是, 實淨一點, 而且比較香 把魚柳放在這裡, 放入味 現在放點鹽 放鹽, 放鹽的時候要灑 不要一汁這樣灑, 要這樣灑 要多少份量? 半茶匙 是 因為不用太鹹 因為我們今天吃酸甜 是 好, 胡椒粉也是 我還是讓它均勻一點 對, 還是讓它均勻一點 慢慢灑, 不要一次過放進去 是…讓它醃一會兒 去腥味和提升它的鮮味 對, 沒錯 你煮飯很厲害, Mendy 我不懂, 所以來跟你學習 別這麼說, 好了, 等它一會兒 現在我們去攪拌醬汁 剛才煮出來了 這個橙水, 先倒進去 但鑊不要太紅 是 將這個… 果的橙汁, 行賣的橙汁 放進去 即是橙的糖漿 沒錯, 放糖 好, 倒完橙的糖漿之後 放糖 放糖… 有沒有說哪種糖比較好? 因為人們喜歡用黃糖 所以我來到看到也是黃糖 是 這個就是鮮橙汁 我們剛才炸的鮮橙汁 三姐, 我很怕橙汁熟了之後會很酸 會不會呢? 所以就放糖 現在就放糖 但也要放幾粒鹽 讓它的味道特別固定 好, 現在不讓它慢慢滾 然後我們稍後再加吉士粉 這樣吉士粉慢慢攪拌 好像生粉一樣 即是用凍水開稀一點 對… 現在我們等它滾 多久了 加的時候 看著它的份量 因為有時候有多或少, 水也差一點 你必定是對的 是 一直加, 一直看它的結度 看到嗎? 當它的結度再不夠了, 你多加一點 有沒有說要煮多久? 一結就行了 我們現在全部加進去 其實現在煮一會兒, 它也開始結了 看到嗎? 是 開始結了, 慢慢也用橙味嗎? 很香橙味 香橙味 對 最後我們還要加一點酸醋 因為我們喜歡它酸一點 有些橙不會很酸的 大甜大酸, 我們就加點白醋 如果不用橙 用其他水果可以嗎? 譬如檸檬、西柚 檸檬 可以… 好了, 放在這裡, 好嗎? 放進去 醬汁就煮好了 現在是否應該跟主角出場呢? 對, 沒錯, 主角就在這裡 我們加蛋漿 蛋漿 對, 先加一半, 不要加太多 為什麼一定要加蛋漿呢? 蛋漿炸出來會脆一點 又香一點, 顏色又漂亮 我們加一點生粉 好 好, 再攪拌 好, 現在可以逐件夾進去 每一件都要保證有蛋漿 還有粉黏著 是 用什麼火適合呢? 大火, 這個一定是大火的 這些厚一點的, 我們先放進去 因為有時候會切成薄的厚 是, 要快一點, 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就太熟了 好 看它熟不熟 它轉了色的 為什麼要反 對, 轉了色的… 白色的, 奶白色的 不要經常動它或反 因為它會斷的 是 魚比較容易斷 因為油溫, 你一放進去 所有油溫都會凍一凍 這個扁鑊炸就容易控制它 而且看它倒的顏色 切到金黃色, 基本上就熟了 是 不過你想炸它, 煎它比較香 吃到口味就會比較香 放好它就可以了 因為待會兒不回鑊了 一定會將醬汁回鑊 魚就不回鑊了 因為容易斷 好, 搞定 放入醬汁上鑊, 不用太多 夠就好了, 留下 下次用 對, 留下, 下次用 好, 煮在鑊上鑊 鑊進去 這些不用煮太久 因為水果不用煮太久 慢火, 等它熱就行了 不需要炸的聲音 在吃之前才軟 好了, 行了 我聞到很香的橙皮味 對, 橙皮剛才煮了水 所以橙皮味很重 好, 搞定 最近天氣開始, 又濕又熱 這個酸酸甜甜的橙花魚柳 一定適合大家的胃口 先嘗嘗味道 很開胃 對了, 阿熊 阿熊, 你是葉太太的朋友 你有沒有試過之前的手勢? 試過 你覺得她煮這個橙花魚柳 煮得怎麼樣? 好吃 酸酸甜甜, 很開胃 伯母, 你覺得女兒的手勢好不好? 好吃, 酸酸甜甜 很棒, 做得很好 也是三姐教得好 謝謝 葉太太, 你覺得煮得好不好? 你覺得難不難煮嗎? 挺難的, 要炸橙汁 又要切橙, 也挺難煮的 有很多工序 對 三姐呢, 你會滿意這個徒弟嗎? 其實她也會煮菜 但是她面對著鏡頭或東西 她膽子比較小 對著鏡頭自己煮會比較好